你们知道最快进入睡眠的世界记录吗 答案是0.97秒 而这个记录竟然是由一名学渣创造 这天大雄一脸便秘表情回到家中 而原因竟是明天的运动会 也不知道是谁给同学们的勇气 竟安排他来跑街立赛的最后一棒 大雄认为自己就是个废柴战武渣 除了没有优点外全是缺点 此话一出 小多拉刚想夸 可他完全找不到大雄的优点 于是一个芥末上头 夸他俱能睡 如果有睡午觉大赛 大雄必能问顶世界冠军 听闻此话 大雄直接用如果电话亭改变了世界 结果第二天的运动会就成了睡午觉大赛 好家伙 这完全是自己的强项 此时处在第三床的小夫毫无睡意 于是胖虎亮出沙波大的拳头和善地表示 如果你现在不睡 我就送你永睡不起 但静香认为这都不重要 毕竟最后一床的大雄是被称为睡神的男人 直到其他组的第三床早已睡去 小夫才数着喜洋洋缓慢入睡 这下压力都给到了大雄 只见他往那一趟 瞬间秒睡 直接拿下了午睡接力赛的冠军 回到家后 小多拉更是拿着枕头静候多时 因为他要用严格的训练激发出大雄的潜质 只见大雄还没聊完运动会就直接秒睡 用16秒 小多拉觉得太慢 于是摇醒大雄让他重新睡 这次大雄进入状态 用13秒 但小多拉觉得依然很慢 毕竟大雄可是要参加世界午睡大赛的男人 跟一群人争最快男人的称号 而日本只有大雄一名种子选手 终于到了世界大赛当日 作为跟大雄共享女人的情敌 触目三对大雄的了解仅次于静香 据他介绍 此次的静敌有西班牙选手睡梦刺客 以及巴西选手梦境之神 但他最看好的 还是啥都不是的大雄 毕竟目前的世界记录保持者正是他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率先出场的是西班牙选手 只见他退去斗篷 摘掉帽子 接着一个丝滑的后导 完美入睡 用11.5秒 一开场就打破了大雄创下的记录 负责解说的出目三慌的一批 但大雄完全没放在心上 甚至在没轮到自己出场前 还在场外疯狂哭叫 第二名出场的是巴西选手 只见他一个飘柔的卧档 接着手臂一只 完美入睡 用11.48秒 再次打破了刚创下的世界记录 然而他睡得太假 被裁判发现是假睡 而世界大赛造假 吃相实在难看 直接洗踢红牌一张成绩作废 最后的压力就给到了大雄选手 但大雄对于睡觉的理解 可是实际学者 只见他挥舞手臂走进会场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站在了世界的舞台 只见他身体旋转180度 就平稳地躺在了垫子上 接着枕头一压 完美入睡 用时0.97秒 再次刷新了世界记录 当场被观众授予了 午睡之神的称号 也为日本赢得了奇葩的荣誉 出目三更是被感动到要让出镜香 比赛结束后 大雄等想回家继续睡 奇料身后竟多出两名黑衣人 掏出大局就搞威胁 因为他们要从大雄体内 提取睡眠物质征服世界 听闻此话 大雄怕极了 奇料天上竟空降大手 没想到还有第二波敌人 关键时刻 一名忍者出手救下大雄 可大雄还没来得及感谢 忍者就露出了坏人的表情 还好小多拉一招铁头弓将他救下 才帮大雄争取到时间 用如果电话亭结束了这个奇葩的世界设定 虽然抢人环节结束了 但大雄也把睡觉当成了自己的优点 那么你们还能说出他的其他优点吗